这里是四川省隋宁市彭西县的回水乡 八月 正是一年一度辣椒收获的季节 回水乡的一千多亩海椒种植基地 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 海椒是四川人对辣椒的统称 意思是这是一个由海外传来的物种 而现在的研究恰恰表明 辣椒正是由海陆传入中国的 辣椒原产于美洲 大约在明代中叶传入中国 中国最早记载辣椒的文献 是明代中期高连的尊生八尖 有趣的是 在高连的时代 辣椒还只是一种勃来的观赏花卉 而猪鱼才是中国人自古食用辣味的主要来源 或许因为猪鱼多为野生 取之不易 而且食用不便 才使辣椒有机可乘 并逐步取而代之 开始了它在中国美食文化中的传奇征程 今天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辣椒生产和消费国 辣椒的种植遍布中西部地区 它们从这里被送往全国各地 进入厨房 再被端上餐桌 而有些辣椒 却要先进入一个神秘的地方 在彭西县鼻林的三台县县城 这个位于地下的工厂里 每天都在生产着一种特殊的食品 曹芳旭是这个工厂的主人 曹芳旭所说的声音 就来自这种陶制的坛子 坛子里装着的 就是这个工厂最重要的产品 腌辣椒 腌辣椒是四川泡菜的一种 在长期的生活事件中 中国的先民们发现 在密封环境下 通过长时间的盐水浸泡 大量滋生的对人体有益的乳酸菌 不仅能保留蔬菜的各种养分 还能形成一种独特的咸酸风味 这就是泡菜 而在四川 自辣椒进入食谱那天起 腌辣椒就成了泡菜中 最重要的品种之一 被大量应用到川菜的各种菜肴里 曹芳旭出生于一个泡菜胭脂世家 到他手里时 不但泡菜生产规模大大扩张了 曹氏泡菜在三台县及其周边 也成了一个名牌 远庆闻名 当回水乡乡民们开始收获辣椒的时候 曹芳旭的工厂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为了保证腌辣椒的原料供应和质量 曹芳旭每年春季都要先把种子肥料送到农户的手中 收获时再以市价回购他们的收成 今天曹芳旭的经营方式早已不是祖辈们的尖挑背扛 唯独泡菜的腌制 始终保持着曹芳世代传承的工艺 当我们收获过后 我们还再一次挑衅 打不动我们要求的 我们人他都不能泡在坛这里 挑衅过后要挺清晰 凉干 凉干以后 这坛只有你还给的要求 首先要进行清洗消毒 再清洗 再消毒 此时辣椒就能入坛了 这无疑是一门古老而神秘的手艺 当用玻璃坛进行演示时 腌辣椒制作的秘密几乎一览无遗 辣椒要分五层放入坛中 每放一层撒上少许盐 每一层之间还要放上曹家自制的香料包 接下来就可以用塑料薄膜将坛口封起 只有与空气长时间隔绝 乳酸菌的发酵才能更为完全 这时坛口要不断地撒上水 这些水既能使坛子保持更好的密封性 又有降温的作用 在这密封的空间里 一坛腌辣椒的完成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 有的甚至需要一年 现在泡菜坛子早已成为四川城乡各地 家家厨房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物件 但工厂化的泡菜生产 像曹芳旭这样 仍然坚持使用坛子的已非常少见 随着川菜以及辣椒征服版图的不断扩张 更多的工厂已经使用水泥池子代替传统的陶制坛 以获取更大的产量 真正的泡菜就是坛子 用池子是泡不出来才的 然而水泥池子生产的泡菜不仅成本低 因卖相更好 卖价也比传统泡菜高 这无疑让曹芳旭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但曹芳旭并不打算妥协 虽然成本高大是我踏实 我门槛高一点 我慢一点 被人接受到过后 我今后的路就宽 吃东西加不了 我坚信这一点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了这个外来物种 更多的辣椒品种被引入中国并被广泛种植 我们常见的就有大红袍 二金条 七星椒 朝天椒 它们像各式各样的辣味利器 展示着诱人的攻击力 这里是位于成都北郊的五块石海郊城 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中心之一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中国众多的石辣之地 四川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但在二十多年前 川菜仍然只是偏安西南一角 辣椒也只是在全国少数几个地区被普遍食用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随着一批创新川菜的出现